贴萨罗尼加前书 贴萨罗尼加前书是现存的保罗书信中最早的一封 写作背景记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中 当时保罗和同工希腊到古希腊的贴萨罗尼加城 向当地人传讲耶稣的福音 仅仅一个月就有大批犹太人和希腊人归信耶稣 并在那里组建了第一个教会群体 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麻烦 保罗宣告复活的耶稣是世界真正的王 这引起了听众的猜疑 最终贴萨罗尼加的基督徒受到指控 说他们违抗罗马皇帝凯撒的命令 因为他们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由此招来迫害 保罗和希腊也被迫逃离贴萨罗尼加城 他们很爱这里的人 所以离开的时候很难过 保罗试图用这封信跟他们重新建立联系 之前他从提摩太的报告中得知 他们的状态很好 虽然逼迫激烈 却仍大大的兴旺 这封信包括两个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是称赞他们对耶稣的忠心 第二部分是挑战他们作为耶稣的门徒 要不断的成长 这两部分贯穿着三个祷告 书信开头是一个感恩的祷告 两个部分之间有一个过度的祷告连接 最后用一个结束的祷告收尾 这种结构相当优美 保罗一开始就感恩神 并称赞贴萨罗尼加信徒 在逼迫中还能持守信心爱心 和在耶稣里的盼望 随后他重提他们归信神的事 他们曾是崇拜偶像的多神论教徒 所处的文化和生活环境充斥着崇拜 希腊和罗马神明的制度与习俗 保罗提到了他们怎样离弃偶像 归向神 要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并且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的过程 在贴萨罗尼加这样的地方 改信造物主以色列的神 并遵耶稣为王是要付出代价的 信徒会被邻居孤立 与家人为敌 但对贴萨罗尼加的信徒来说 耶稣为他们牺牲的大爱 和他们对耶稣再来的盼望 让他们觉得付上所有的代价都值得 接下来保罗讲述他在贴萨罗尼加的宣教 他跟当地信徒建立的珍贵友谊 他用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比喻 他们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保罗 而保罗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 保罗说 我们这样疼爱你们 不但乐意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乐意给你们 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爱的 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 基督徒领袖追求的不是权力和影响力 而是健康的关系 谦卑且充满爱的服侍 他提醒说 他从没有要过钱财 而是单单奉耶稣的名 爱他们并服侍他们 而后保罗继续回顾他们共同遭受的迫害 就像耶稣被自己的百姓拒绝和杀害一样 保罗也受到同胞犹太人的逼迫 帖撒罗尼加人同样面临希腊邻居们的敌意 但保罗反而从中得到安慰 因为知道他们共同遭受的痛苦 是一种参与到耶稣自身生死经历的途径 保罗说他和希拉离开后 听到贴撒罗尼加信徒经历的艰难 他悲愤交加 便派提摩太去支持他们 了解情况 让他欣慰的是 提摩太发现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坚固了 他们对耶稣忠心 充满对神对人的爱 并渴望见到保罗 就像保罗渴望见到他们一样 最精彩的是 他提到了第二部分的主题 他祈求神扩张他们的爱心 兼顾他们对圣洁的持守 专心盼望君王耶稣的再来 在信的第二部分开头 保罗挑战他们在生活上 要符合耶稣的教导 这意味着 首先要认真的持守圣洁和真洁 这跟他们周围的混乱 性泛滥的文化正好相反 他们要遵守耶稣的教导 在婚姻的契约关系里 享受性的美好和力量 保罗说神会很严肃的对待 不正当的性行为 因为这会使人蒙羞 损害人的尊严 跟随耶稣也意味着 要努力的去爱他人 服侍他人 因此保罗教导说 基督徒应该让人感觉靠得住 他们努力工作 不只是为了赚钱 而是能自给自足 并能慷慨的帮助有需要的人 随后保罗回答了信徒 许多关于耶稣再来 这个未来盼望的问题 当时教会有一些基督徒离世 很有可能是殉道 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想知道 当耶稣再来时 他们的命运会怎样 保罗明确地告诉大家 尽管感到悲伤和失落 但连死亡都不能使 他们与耶稣的爱分离 当耶稣作为君王再来时 他会叫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信徒 都与他在一起 在这里 保罗描绘了一幅奇妙的画面 他采用通常描述 罗马城派代表团 迎接皇帝凯撒 大驾光临时的语言 他用同一场景 来描述耶稣的再来 耶稣将受到子民 组成的代表团的欢迎 他们会在空中与主相遇 迎接并陪同耶稣 重返这个世界 他将在这里建立 公义与和平的国度 而后 保罗希望贴撒罗尼加信徒看到 这个盼望会激发他们 对耶稣的忠诚 他借机嘲弄了 罗马政府宣称是凯撒 带来了平安稳妥 其实 罗马的和平 是通过暴力 奴役和军事侵略取得的 保罗警告说 耶稣有一天会回来做王 并对抗这种不公义 因此 追随君王耶稣的人 应该活在当下 就像未来的日子 已经来到一样 就算被人类罪恶的黑夜包围 他们也应该警醒 谨守 因为神国的光 会照亮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和信的开头一样 保罗用一个充满盼望的祷告 结束了劝勉 神要让他的圣洁 充满他们的生命 将他们分别为圣 完全地献给神 无可指摘 直到耶稣再来 帖撒罗尼加前书 从一开始就提醒我们 跟随耶稣 会孕育出一种真正的 反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 圣洁的生活方式 通常 这会让我们的邻居 产生怀疑和冲突 但耶稣的信徒 理应永远用爱 来回应这种敌意 并用恩典和包容 来回应这种仇恨 这种生活方式的动力 来自于对耶稣的国 终将来临的盼望 而天国在耶稣死而复活时 就已经开始了 因此圣洁 爱和将来的盼望 就是帖撒罗尼加前书的经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家公非常有限 雇佛 原告 7 ring 唯语 正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